在昨天的國情世事 我們提到中國在中秋節加上國慶的旅遊價值這8天 其實中國人大步很多人走出來 現在有些通計數字可以跟大家分享 根據文化旅遊報資料中心的測算 在中秋節國慶期間 這8天國內旅遊出遊人數是8.268萬人次 比起去年多了71.3% 我們知道過去幾年都有疫情影響 所以我們要與疫情之前比較 即是2019年 比起2019年增長了4.1% 換句話說這幾年本來的累計增長 現在才剛剛追回應該是2020年的增長 換句話說 本來如果沒有這個疫情的話 相信我們每年比上一年都增長一兩個百分點的話 今天2023年比2019年 應該增長至少超過10%以上 現在只是增加了4.1% 國內旅遊收入 國內旅遊收入達到7500多億元 這與我昨天簡單地用火車出遊人數 估計出來差不多了 7000多億 一樣 與2019年比上升相對少 1.5% 不是很高的上升 當然與去年比仍然是超過一倍以上 129.5% 直至10月7日21時來講 25個省 雙節旅遊成績單亦出道 河南接待的遊客量居首位 達到8481萬人次 旅遊收入是587億元 亦創新高 河南接待的遊客前面的5個景點 順序是清明上河道縣 45萬人次 銀基國際旅遊度假區43萬人次 龍門石溫42萬人次 雲台山39萬人次 萬歲山33萬人次 第二省 江蘇 江蘇第二名 這8天吸金907億元 咦? 不是 人次輸了 但吸金量大了 這裏就是 河南省吸金量只有580多億 980億元 980億元 吸金量 在25個省之中 第一 人次少低 5千多萬人 這裏是8千多萬人 咦? 即是說去河南便宜一點 這樣說 河南人多些 得到的收入少些 河南平均人均來說 消費少些 而江蘇省人少些 但總共的吸金多些 換句話說 這裏就是稍為奢侈少少的旅遊區 遊客總額是202億 比起2019年 分別成長是38.34 咦? 不頑 如果和2021年比 即是疫情之前 漲了830多 即是換句話說 江蘇省都追回了 即是疫情期間 那幾年的損失 現在一次過 追倒了 年增長率 137點多 一個就是人次 另一個就是消費額 130多 這幾年來 至少今年 今年消費 沒什麼大變 因為人次增加和收入增加差不多 沒什麼大變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就是黑龍江 咦? 黑龍江 去一下也好 遊客估計 人均花費 這麼便宜? 三百多元 最便宜的 三百六十九元 我想這是每日吧 西藏油 平均收費 五百多元 南海油 新疆油 北京油 便貴一點 1300元 我想這是人均每日 應該就是 雙折假期 折六日為止 黑龍江 累計折代油 兩千多萬 比起同期增長了 哇 二百二十一 兩倍有多 實際的收入 亦都比起同期增長了 二百八十幾 稍為貴過舊列 北京 北京 北京相職期間 兩台三場大型演唱會 兩台四場音樂節 吸引眾多異地歌迷 跨城官演 去北京聽聽音樂會 爽 另外 同時由同名熱門電視劇 改編的歌劇 《山海情》 《榮國第十六屆》 文華大獎舞台 《天爐》 《音樂劇》 《劇場》會影中文版 《英國原版》引進的 《傲慢與偏見》 《國際花滑巨星版》的 《冰夢詩語》等等 中國的文化 我非常嚮往 因為我們看到的 在價值期間 中國營也出來 花錢 促進國內的經濟好事